这一次二十大报告中 也还有一个重要内容 我前面没讲 大家看文字表述 坚持行政主导 坚持行政主导 这是一个很明确 很鲜明的一个要求 我认为这也是符合 两个基本法 当年老一辈 在一国两制 伟大构想 实施就是实践和落实的 这个层面上 他的设想 行政主导 而不是 而不是 三权鼎立 而不是三权鼎立 但是这后来在一段时间内 相当一段时间里 是不是都全面准确 领会把握了 大家可以思考 可以思考 所以这方面呢 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也好 工作问题也好 实践问题也好 制度问题也好 还很多 也是重要的要求 所以这个 长期坚持啊 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原则性要求 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 这也是两个辩证关系 坚持和完善 也是重要的辩证关系 需要我们 包括 两个特别行政区 管制团队 社会各界 也包括 国家层面 全国人民 在一国两制 这个方向 这个方面 共同努力 共同努力 那我们这个 一国两制呢 才能行文致远 才具有它的特色 具有它的优势 具有它的 这个历史地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